在中共網信辦對滴滴啟動網路安全審查兩個星期後 7月16日又會與公安部、國家安全部等7個單位 聯合進駐滴滴出行展開網路安全審查 這是中共國家安全部首次介入對企業的調查 中共網信辦公告 按照網路安全審查工作安排 會與公安部、國家安全部、自然資源部、交通運輸部、稅務總局、市場監管總局等部門 聯合進駐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展開網路安全審查 據台灣媒體《自由時報》報導 滴滴出行因為前往美國IPO 但事前未得到中南海的批准 造成習近平震怒下令徹查 導致滴滴股價重挫 國際投資人哀鴻遍野 滴滴出行6月29日在美國首次公開招股 籌資約44億美元 成為阿里巴巴集團2014年 前往美國上市籌資250億美元以來規模最大的中國公司IPO案 中共網信辦7月2日宣布 依據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例 對滴滴出行實施網絡安全審查 期間停止新用戶註冊 中共網信辦7月4日再度發布通告 指經檢查核實滴滴出行的APP 存在嚴重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資料問題 因此根據相關規定通知應用商店下架 於9日則宣布 滴滴母公司北京小潔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25款APP 存在嚴重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資料問題 以規定通知應用商店下架 滴滴被查後官方表態 認定掌握大量用戶數據的網絡平台業者 在海外上市會有安全而慮